自己介绍他有什么精彩的分享 你 谢谢 魏老师好 林老师好 今天我用普通话讲 我用我极普通的普通话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讲普通话 魏老师 林老师听得懂 所以勉强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很多人就想 我又没有重病 我没有癌症 为什么要学长生学呢 大家要知道一样东西叫意外 什么叫意外 就是突然发生的事情 就叫意外 学了长生学 就有回报 我有一天 是应该清明节 我去拜我妈妈 我烧了很多东西给她 因为那个桶很小的 我放很多东西 用那个烧烤的叉 把它松开 不小心把我的两只手指 还有手背 全烧伤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当天很大风 一直吹着我的手 所以不觉得痛 所以后来发觉 一看 哇 红烧猪手 红烧猪手 全都红色的 还有第一颗手指 起了水泡 哇 通得好厉害 当时我二姐 在旁边 我二姐也是长生学高级班的 她说 快调 快调 我什么药都没有 那怎么办 就想到 哇 好痛 好痛 就用左手 按着 右手 去调 一直调 调了大概 我没有看调 只是 大概十分钟 因为那些东西还在烧 很多很多 所以烧不紧 所以我就调了十分钟 就打开 看一看 看一看 没纤纸那么红 没那么痛 后来我继续调 再调 十分钟 打开 手好了 只剩下一条红色的线 水泡 没了 平了 整只手不痛 不痛了 已经好了 起码 九十八 九十八 后来到餐厅吃饭 继续调 完全没有事 因为第二天我要开调整站 要约了病人 我帮他调 我心想 我怎么办 哇 我烧伤 手应该到医院去的 那我怎么办 我星期六还要帮病人 我怎么伸 我的手出来 全都烧伤了 就是长生学 这就是意外 还有 这是一个意外 还有第二个意外 就是有一天 就是那么巧 就是星期天 因为我是教学生的 我教 其实我是歌唱老师 当我还没有上课的时候 我中指 左手中指 出血 在里面出血 哇 痛得要命 整只手指 腫了三倍 很厉害 痛得很厉害 怎么办 要开 要开班了 怎么办 不能走 不能去 Emergency 就忍着 就调 一直上课 一直调 后来觉得 血停了 血停了 还是很痛 继续调 到了第二天 手指变黑了 我跟我的师叔师姐 礼拜五 跟她分享 她看她 全都黑色的 我调了大概三天 没事 什么都没事 还有柳香 脚 不小心 很痛 肿得起来 我自己调 调了半个小时 不用钱的 学了长生学 很有福报的 不用钱的 不要去看医生的 三次经历 就是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做长生学 谢谢